我没有说过了 生日快乐 很快您的生孙要出生了 要陪他长大哟 我们要知道更多美好回忆哟 我是你的第一个宝宝 你是这个世界上爱我最久的人 今天是爸爸的95岁生日 他是所有的家人中最在意每个人生日的人 从小到大庆祝每个人的生日 在我们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妹妹布置了一个回忆走廊 每个人选一张最有意义的相片 写下给爷爷的话 从一家六口到现在 七个孙子孙女外孙女 今年他要做太爷爷了 不是你姨姨吗 姨姨 姨姨 亲爱的姨爷 生日快乐 谢谢爷爷 对这个大家庭的付出 你是我们家的核心 很快您的真孙要出生了 要陪他长大哟 以前 他宝贝着我们长大 现在 他成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大宝贝 我们爱你 富德泽先生 95岁生日快乐 亲爱的爷爷 还记得我拉大体擎 你和伯伯跳舞 你要回忆吗 我们要制造更多美好回忆哦 下一个 嗨 第二最爱的爷爷 爷爷生日快乐 从小爷爷都陪我们过生日给我们红包 就算长大了也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生日 都会留红包给我 祝爷爷身体健康 弟弟 弟弟 Love you 哇 好棒 季恩爸爸 我是你的第一个宝宝 你是这个世界上爱我最久的人 因为你和妈妈如此的爱我们 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充满了爱 陪儿 然后 Happy Birthday 要带妈妈去瑞士自驾游 希望带妈妈可以去看看不同的风景 嗨我们到了 我现在跟妈妈来吃史上最贵汉堡 快20块 等于这个一个汉堡要650块 大家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这个无敌的beauty 我们来巴黎然后吹金头的第一站是来吃川菜馆 上一次我在巴黎吃到很好吃的川菜馆 结果呢因为我妈妈不吃牛肉 可是吃不到我最想吃的水煮牛肉 这是隔壁的水煮牛肉 我真的超想问隔壁可以分我吃一点的 没有啦 然后反正下一次就是过最后一个礼拜 我再来跟我朋友来就可以吃到水煮牛肉了 不然就绝对会很伤心 因为我上一次来真的吃这架水煮牛肉 真的超级嫩超级好吃的 没关系我们今天就点第一道菜 口水鸡 超好吃的 穿江号 大家可以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来巴黎可以来吃 我们现在要在巴黎的街头 鲁碎里面也 有 在巴黎 好像是你在学校一半年 然后 其实没什么在陪你过Christmas的假期 然后江卫生的时候住的那个city是很远 布列塔尼 然后离巴黎大概搭火车搭五个小时 然后妈妈就特别跑来找我 然后 我们还就是一起到巴黎 这是我们两个唯一一次的母女 对不对 两个人天每天都在找好吃的 就是来巴黎我们这次也就是 比较随语而安 就是走走吃吃逛逛 就是没有特定的行程 可是就是很chill 因为我要带妈妈去瑞士自驾游 对 为什么你看到什么了 这次旅游离开家比较远 好在妈妈在身边超有安全 现在我们现在在车站要准备出发去瑞士了 召唤学生的时候跟就是bus trip的人去过日内瓦 然后去参观过宁和国 因为瑞士的物价实在是太高 那时候我们是就是留学生 我没有办法住在瑞士 我记得我们在瑞士就是有放风吃一餐 就反正吃素食 因为其他东西都太贵了 因为瑞士的物价真的是应该算是全欧洲最贵的 希望带妈妈可以去看看不同的风景 然后我们这次是自驾开车 其实我到这个巴黎的车站这个很厉害的 因为我记得应该有十年前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坐飞机 到一个很陌生的陌生的车站 然后自己在找车子 那我都永远都不会忘记说 我当时上了那个车子 我上错了列车 真的假的 真的啊你都不记得吗 我忘记了十年太久了 对对因为我一个人带了非常多的行李 是我一个人拿不了的 所以要快开站之前 他才会告诉你说你的号码是哪 对 后来我就想说 譬如说我的车厢在12 那我就想说那我就从1上去 然后我就从1上去 慢慢追 对但是没有想到 我的车厢跟这个车厢不是同 它是不分开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可能到一个地方 他们两个车厢会分开 变成两列车 那怎么办后来 我后来就很紧张 然后就变成说我要到终点站 中间有一个 譬如说两个小时的地方有一个站 我必须把我的行李全部都往下推 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节车厢去 结果后来我下车看到你说 哇我都快哭了 因为我太胖了 太胖是把我吓一跳 但是快哭就因为说 哇我是对的 对了终于到了 只有每一次出国都后悔自己带太多 对就是真的不要被行李给捆绑住 你根本不会换那么多衣服 没错 对就是少带行李真的 好啦我们 卫士见 嗨我们到了 我们现在选了这个6的车子 要准备 猪车车出发啦 原菜怎么挂在半山腰啊 好美 我们是住在格林 因为我们明天的行程是去FIRST3玩 所以我们是选在格林德瓦的房间 然后因为今天是周末 所以就是饭店订房率非常满 所以就好不容易订到一间 我觉得很可爱很温馨欸 这个饭店的跟我说 他们这边只租到就是 在一个月后 因为他们那个 要做大翻修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可能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的话 这边就会翻修了 好多的山 爬上去应该挺费力 所以我选择先补充能量 走吧 我们要吃饭 来瑞士的第一餐 健康 特种兵旅游就是一天换一个地方 辛苦我的宝贝司机了 后面就是雪 云跟山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这个地方 拍王美照 就是这个勇气 这本来只打算做一碗 对 结果我们临时起义 在这边多住了一碗 原因是因为呢 妈妈喜欢这个饭店的SPA 对对 差劲让老张去排队蹲个机会 来大家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这个 无敌的view 就是冬天这个地方会被雪覆盖 然后今天很幸运的没有下雨 能拍摄的地方就是这个室外的泳池 然后妈妈昨天说 这个泳池是温的嘛 对不对 非常舒服 好啦 那我们去拍照去 一生都在出片的美丽女人 休息好第二天继续出发看美景 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拉满 不知道我们等一下排不排到那个船 因为现在游客突然很多 那个湖的颜色很漂亮 妈妈妈不帮她 天啊 就觉得满个脑袋都是别人在讲 不同语言的声音 刚刚以为这里有卖鱼的 卖鱼撕掉的嘛 就是 composition 看完美景就该吃美食了 我現在跟媽媽來吃史上最貴漢堡 快20塊耶 法拉 大概17、18、19塊法拉 然後套餐就是加薯條跟飲料的話 大概就是22塊 這個薯條是這樣這樣子 對 這個炸薯條 然後我們還點了起司條跟 洋蔥圈 這個洋蔥圈感覺是真的用洋蔥的去炸的那種 等於這個一個漢堡要650塊 只不過它還蠻大的 這個好好吃耶 它是真的就是一根完整的洋蔥在裡面 雖然說特種兵旅遊有點累 但是有家人的陪伴真的很幸福很快 也希望大家也行動起來